曾经连入百万不是梦的石蛙养殖啊 人人去作物 如今为何少有人提 看完你还敢养吗 石蛙养殖在过去十多年中是一个非常赚钱的项目 有些老板豪赌 连入近千万 可是大家有没有发现 现在养石蛙的人越来越少 这是为何呢 石蛙又称 吉凶蛙或司机啊 是我们南方山区特有的名贵产品 它生活在原始深山清澈流动的山泉水中啊 以活性的蚯蚓虾 螃蟹 飞蛾等其他昆虫为食啊 它的肉质细嫩鲜美 营养丰富 具有重要的食用保健药用价值 利益的驱使就出现了石蛙养殖这个产业 而我呢 就特别有幸在2013年大学刚毕业一年 我就加入了这个石蛙养殖大军啊 接下来我们就聊一聊这个石蛙 石蛙这个玩意是特别难伺候的 从这个价格就能看出端倪啊 我真正养石蛙估计 6年时间 我那个时候刚养的时候应该是2013年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外面卖家都卖到100家一斤了 那这个石蛙怎么去养呢 结合我知道的和大家分享一下 无非就是一个水质啊 环境 然后吃住就是这几个方面 石蛙属于两栖动物啊 它对水质要求是特别高的啊 最好是一级水质或一级以上的水质 就说好的水质啊 能提升石蛙养殖成功率的五成了 大家不要小瞧这五成成功率啊 很多养殖货就卡在这个五成成功率上面了 然后就是住的地方 场地一定要仿生设计 一定要光滑 因为粗糙的地面容易划伤 挖皮 比如我们之前养殖石蛙的话 都是采用的石棉瓦盖在那个石头上面的 由于技术的不断积累 现在石蛙养殖基本上都是用那种 柔性的泡沫板 然后就吃的 石蛙对吃的是特别挑剔的 它必须要活啊 而且要动的那种才行 刚创业那一年啊 我是准备养 蚯蚓啊 蛆啊 大麦虫养这几种准备喂石蛙的 后面发现太麻烦了 最终还是选择黄粉虫养很容易 然后筛选也很容易 之前我们养石蛙的时候 就有个现象 黄粉虫 玉水就是水池的底部会有一些死虫 还有一些石蛙吃的饱啊 他那个黄粉虫没来得及消化 一些残渣 后面我们就搞了一种混养模式啊 把那些鲤鱼 稀石斑啊 马口啊 放进水池里面和石蛙混养 混养模式下 水池也进化了 鱼也养肥了 蛙也不容易得病了 据史料记载啊 石蛙被信誉为要用化窗 石之长寿 在古代皇宫预言中啊 都是名贵的三针啊 关于它的售价 我刚刚也提过了啊 2013年刚创业那一年啊 那个时候都要100家的 现在的话 不出意外 驼驼驼接近200亿斤啊 这样八斤的200亿斤啊 同售价10元左右的牛蛙和其他蛙不一样 石蛙除了对水质环境要求格外高以外 它的周期也特别长 它一年只长一鸟肉 三年才会出篮 除了石蛙本身 同它一起混养的冷水鱼也是一鱼难求 这也能带来一笔不错的收益啊 早几年石蛙养殖大就大成功啊 通过 资附近这个脑溜无限宣传放大 后面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这个行业 确实啊 前期养石蛙的养殖户啊 除去见识成本很多都是多少获利了 但是为啥如今越来越少人提及的呢 其实前期养石蛙是有很多弊端的 第一 那个时候野生石蛙还没有被列入保护名录 很多人抓啊 很多养殖场都是 收购过来 然后反季节销售 赚取利润差 利益去傻 抓蛙的人越来越多 野外石蛙就越来越少 所以到最后就玩完了 第二就是口罩的原因啊 那个时候养殖场都被封了 很多人坚持不下去啊 也就散了 第三个就是养殖技术的成熟度啊 真正摸透石蛙养殖技术的也就那么几家 其他的都还在攻坚阶段 第四 纯养殖周期三年 时间长 风险大 然后看天吃饭 就比如今年我们遇到的持续的寒净的40度高温天气啊 整个溪流都断流了 没水了 像我知道很多养殖场 第一是高温 然后缺水 很多养殖场的石蛙都死了大片 损失很残重的 你如果又要重启的话 又需要一大笔资金来运转啊 对我来说我的体会是很深的 所以我 现在坚决不踩这个坑 第五啊 就是销售问题 别看石蛙外面卖的贵啊 可是当你养好锅 你去销售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这买卖过程中牵扯的利益很多啊 所以我就不多讨论了 我现在依旧记得2013年 我那个时候刚开始养石蛙娃娃娃鱼 那个时候好像是500多块钱一斤啊 石蛙的话好像是100家一斤啊 你想一下 现在9年过去了 现在到2022年了 娃娃鱼已经烂搭街了 几十块钱一斤 批发价这么便宜 再看看石蛙 石蛙的价格反其道还行 现在已经逼近200元大关了啊 大家可以想想 这石蛙养殖里面的门道有多深 总体来言 石蛙养殖对技术场地水质环境要求是特别高 而且需要大量的资金持续的运营啊 再一个它的周期三年 说实话不可能年年都那么顺利 哎对了 网友们 你们现在那边有没有人养石蛙 有的话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一下 还是那句老话 养殖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啊